好的 今天首先帶您直擊 週末這兩天這溫度是稍微下降 不少人選擇吃薑母鴨 畢竟裡頭有米酒 可以暖暖身子 但是在臺中這名十九歲男大生 凌晨跟朋友吃完薑母鴨之後 居然還騎車上路 結果挽若著人肉保齡球 是失控打滑撞向路旁 機車 警方九側發現他嚴重超標 但這名男子卻說 不知道湯底裡頭含有米酒 十九歲曹新駕駛 凌晨酒駕騎機車上路 卻失控滑行 撞上路旁停靠機車 就像人肉保齡球一樣 高速連掃四胎 零件碎片噴飛 人泡飛摔倒在地 救護車趕到現場時 機車倒在路中央 曹新騎士攤坐在地 神情恍惚 他共稱當時剛和朋友 在薑母鴨店聚餐完 不清楚湯裡面加了米酒 才會不小心酒駕上路 薑母鴨它是 它的酒精濃度 應該是正常的料理範圍 車禍在地上留下刮痕令人觸目驚心 事發在臺中溪臀的文青路三段 被撞倒的機車更是車口破損 後照鏡也被撞歪 難以想像當時撞擊力量有多大 所信曹新南大生只有全身擦措傷 曹新南大生酒駕上路 用監視器都拍不清楚的高速 撞上路邊機車 成了人肉保齡球 吃上行責還得附上四台機車的賠償責任 記者高於利利用盛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